5月8日,婚姻红在旺角出席屈臣市关爱认知障碍人士慈善筹款行动的发布会 小红姐今次首次为该健康产品担任代言人 她在现场除了为智障人士送上生气的关爱外 同时也分享了自己母亲患病期间的一些点滴 因为曾经真的是每天都看到她不能睡觉 我曾经会在地下求她,你睡一回吧,你睡一回吧 可是因为她自己本身都没办法控制 所以去到后期,其实真的是有一点避开不敢去看她的情况 小红姐拍过很多关于病人题材的香港电影 她坦言拍这种题材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希望因此可以让社会提高关注 因为这种电影通常片酬也不会很多 你也不会赚到任何的钱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能有力量去帮一些人就去吧 所以我挑这种剧本 通常我都会挑这种剧本 是希望能够影响大众能关注这种病 提到古天乐早前称 希望有机会在电影上与她合作 小红姐闻言后就表示亦有同感 其实我跟她在《倩女幽魂》里面有四个镜头吧 对,有四个镜头合作 那真的希望能够有一个电影时装的跟她合作 飞凡娱乐香港报道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